深呼吸,放松身心,远离心脏病,维护心脏健康,就从最简单的事开始,好好呼吸,研究发现,腹式呼吸,静坐或冥想,不仅能减轻压力,还能降低心脏病发作几率,腹式呼吸能吸入最多氧气,且能刺激腹交感神经系统,有松弛精神,降低血压,心跳的功效,感觉紧张,压力大时, 不妨试着用腹式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,静坐,冥想对心脏也好,静坐可以缓和焦虑,愤怒和压力,让行为表现更成熟稳定,也能提升各种生理机能 美国爱荷华州马赫西管理大学的一项研究,针对200名高风险患者,例如罹患心血管疾病,动脉狭窄等,进行5年的追踪,发现冥想能减低患者心脏病发作,中风或死亡的几率约一半,拉长无病时间,血压的收缩压减少约5毫米拱柱 另一项研究也支持冥想搭配传统治疗,有助降低血压,而且冥想不会跟信仰或其他生活风格有所冲突 简单就能放松心灵与身体,重新启动身体的自愈力,简单,重复地祈祷,也算是种冥想的方式 有些人一开始静坐时,总觉得心有杂念,无法专注而想放弃,如何学习让自己专注静坐呢? 真元一作者,长庚生物科技董长杨定义提出几个静坐的方法 一,树吸,也就是树自己的呼吸,吸气时不理会它,只在每次吐气时树吐气的次数 从一树到十之后,再回到一树到十,如此反复的树,吐气的时候,尤其注意到吐气快要停的那个刹那 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 二,关吸,也就是观察自己的呼吸,轻松地看着自己的呼吸,看看是长还是短 观察自己每一个吸气,吐气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,在吐气快要停的时候,特别关注到吐气和吸气间的刹那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丹田,观想自己由丹田在观察自己的呼吸 心里有杂念,思绪,种种的烦恼,都不去理会它,不断回到轻松地看着自己的呼吸上 除了腹式呼吸,静坐,也可以适时于家 太极拳和其他使用特定姿势和有反复动作的运动,都有助于放松 腹式呼吸法,找个舒适位置,松开较紧的衣物,坐着或躺下 双腿自然微开,一手轻放下腹,另一手轻放胸部 由鼻子吸气再由嘴巴吐气 吸气时,肚脐尽量往上,横隔膜向下拉,胸部会自然扩张 吸气同时默免,一秒钟,两秒钟,三秒钟,四秒钟,并且暂停一秒 仔细感觉放在腹部的手会跟着上升约一寸 并想象温暖且放松的气体流进体内 切记,不要牵动肩膀,以相同方法吐气 仔细感觉放在腹部的手跟着下降 并想象所有的紧张也跟着释放出去 重复以上动作五到十次 重复